各位同學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5G最複雜的地方 向心加速度 我們前面說 圓周運動它就是不斷的轉彎 但是它的快慢沒有改變 只有方向改變 那方向改變還是有算是速度有改變 所以它有加速度 只要速度有改變就是有加速度 所以我們這裡要介紹向心加速度 我們這裡有一個圓 那這裡的角度叫Delta Theta 半徑是R 那這樣的弧場呢 就會是R乘上 弧場就會是R乘上Delta Theta 為什麼要跟各位介紹這個 待會我們會用到 弧場這段弧場 這段弧場就是R Delta Theta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球 在一個圓形的範圍內撞來撞去的 那一開始它是呈現一個直角的移動 呈現一個直角三角 直角四邊形的移動 我們可以加快 加快讓你看一下 那右下角有表示出它前後兩次碰撞的一個速度方向 像這個 這時候它原本的速度方向是朝右下方 可是等一下撞完之後啊 它應該要朝上右上方 它並沒有變快變慢 它是速度的大小還是一樣 所以你看這個向亮的箭頭 深紅色和淺紅色的 不是粉紅色喔 深紅色和淺紅色 箭頭大小是一樣的 只是它方向改了 那方向改了 實際上就是受到一個衝力 讓它變成往上 對不對 那要看這個做什麼 我們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給它一個力 才可以造成速度的改變 那這個力呢 並不會改變到速度的快慢 只會改變它的方向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用個 六邊形 就是讓它撞 撞是撞六邊形的 這時候底下 右下角這個圖 就又不太一樣了 它的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 我們等它繞回來 好這個速度變化就是 往左上 然後原本向右的這個 暗紅色的速度 最後會變成向右上 那變化量就是我們的 粉紅色這一個 這個其實就是相當於 ΔV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ΔV啊 它一直都是指向圓心的 它一直都是指向圓心 指向這個圓的範圍的圓心 不是右下角的圓 不是右下角的圓 是這個比較大的圓 這個範圍內的圓心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它弄到 15邊形 15邊形 15邊形它是這樣 我們讓它慢一點 再慢一點 它一樣也是每一次碰撞以後 就會讓它的速度方向改變 但是並沒有改變到速度的大小 也就是快慢 並沒有改變到快慢 要達成這樣的效果呢 它的 它的推力一定要向著圓心 如果它的推力有 有一個沿著 圓的切線的分力 如果推力有 沿著圓切線的分力 而不是直指的指向圓心 那這個推力應該就會讓它加速了 可是因為今天是等速率的運動啊 所以 它不能讓它變快或變慢 所以這個推力 這個速度變化 或說這個加速度 它就只能指向圓心 這其實就是向心加速度 也就是向心 乘上質量就是向心裡 那如果你是眼尖的同學 你可能會發現 右下角的這個圖 它其實就是把 它每一次撞擊之前 它的速度呢 的方向標出來 然後把它每一次撞擊 的速度 撞擊前後的速度 都標出來 那這些速度向量 最後竟然會 呈現好像一個圓形一樣 我們讓它快一點 然後我們再把它改成30邊形 然後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就有點像在繞圓了 看左邊這個大圓 大圖 大圖的話 這個物體它其實就不斷的去撞牆 不斷的經過一個小時間 它就會撞到牆 但是這個撞擊力 並沒有讓它變快 或變慢 只有改變它的速度方向而已 所以這個力 這個撞擊的力 是必須要指向圓心的 速度變化 速度變化 或者說 加速度 是必須要指向圓心的 好 那我們把這個圖結下 好 我們把圖結下來了 結到這裡來 那還記不記得 這一個 每一條 深紅色的線 每一條深紅色的箭頭 它其實代表的是 速度 對不對 它其實代表的是 那一瞬間的切線速度 代表的是撞擊前後的切線速度 然後粉紅色的箭頭呢 那 則是 粉紅色的箭頭 則是 速度的變化 那它有沒有很像 我們的 左邊這張圖 就是我們把 速度看成是 看成是相當於 左邊那張圖的R 對不對 就是像是半徑 像是一個圓的半徑 然後我們的Δ ΔV 就像是 虎長 像虎長 那你只要把 這個R乘上Δθ 你就會得到虎長 所以我們就把V乘上Δθ 就會得到ΔV了 這其實 這其實就是從這個圖中 可以看出來的事情 然後呢 可是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加速度 我們想要知道它這個 加速度是多少 那加速度就是 速度對時間平均 所以我們就把上面 這一個式子 對時間做平均 結果就會得到 V 去乘以Δθ 除以ΔT 等於ΔV 除以ΔT 左邊的這一個 就是加速度 右邊的這個就是加速度 那左邊這一個就會是 V去乘上Δ V去乘上Δ 這個你可能要看一下上一則影片 角位移Δθ 去對時間ΔT做平均 就是角速度Δ 這麼一來你就得到了 這個加速度的公式了 所以這個加速度 向著圓星的加速度 就叫向星加速度 它就是V Ω 那你說它不是它沒有向著圓星啊 它向著切線啊 不是這個圓星啊 是要回去我們的這個 這個動畫看 你看它這個大圓 是不是 紅色的那個速度變化 一直都指向圓星啊 對吧 紅色的速度變化 是不是都指向圓星嘛 所以 它只不過是把每一個速度 都再抓出來 然後利用向量的平移啊 你就可以發現它其實就是一個圓 所以 向星加速度的公式就出來了 它就是V Ω 那另外有一個 另外一種證明的方式 是以前牛頓用的 我們可以另外講講 好 那它是這樣的 如果說我現在啊 是 正在這裡 正要 如果說我沒有被拉住的話 我應該要往前飛 我如果沒有被向心力拉住 我應該要往前飛 那飛的時間 ΔT 那飛的距離 就是V乘上ΔT 但實際上我 被向心力拉回來 拉回來 拉回來拉到了 拉到這裡 拉到這裡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我有受到一個 向心力把我拉回來 我可能要把這個圖弄大一點 好 受到一個向心力拉回來 那這個向心力呢 是 假裝它是等速 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這一段 這個橘色這一小段呢 它拉回來的距離就是 二分之一 AT平方 然後這可以符合 B式定理 這一段距離如果是 R 然後這段距離也是 R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是一個等腰直角 三角形 那它就會是 R再加上 二分之一 A 然後ΔT 平方 這是斜邊 斜邊 斜邊 的值 那斜邊的值平方以後 就會等於 兩個零邊相加 對不對 那 就是把這個次方 算一算 就變成 R平方加 2AB A R A ΔT 平方 再加上 四分之一 A平方 然後ΔT 四次方 然後等到另外一邊 R平方 加V平方 ΔT 平方 那我們把R消去 兩邊都有出現R平方 消去 然後啊 這個T啊 我們是讓它 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可能只有0.000000幾秒而已 隨便你要多少 多少個零 所以說其實 這個 T四次方 跟T平方比起來 小太多了 所以這個忽略 DVT四次方就忽略 所以最後剩下來的是 R A 然後ΔT的平方 會等於 V平方 ΔT的平方 那ΔT 又可以再消去一次 最後就變成了 加速度A 其實是R分之V平方 那你說跟這個不一樣耶 其實是一樣啦 因為我們的 Omega 不就是 我們之前不是說 在前一個影片不是有 有這個 在前一個影片有 V等於 R Omega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把Omega 寫成 R分之V 那你把它帶回去 就會得到下面這一個了 對吧 所以其實這一個也是 向心加速度的公式之一